如果我今天我希望能够做出像刚刚我们在前一题做的这个...就是VBA VBA部分的话,Sub部分总共会需要有三个按钮 这个是用Sub 另外的话,这边用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的话就是我们会需要制定一个函数 也许叫什么刮弧、自串函数之类的 那我先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是清除 这个输出的话,这个输出刚刚的公式 这个的话就输出最后要的结果 OK,大概就这样 另外的话会需要一个制定函数 使用者定义,刮弧自串函数 然后给资料,因为只要一个资料,这个参赛者资料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最后这边向下填满或点两下 最后结果也OK 这个有点像量身定做 制定函数的好处就是说 它不需要像刚刚公式这么冗长 只要一个刮弧自串函数 如果没有变成你要这么多函数 才能变成你要的结果 相较之下,当然制定函数有它的好处 那只是说呢 一般习惯我发现,问很多同学 这个两个哪个比较常用 好像似乎按钮会比较常用 OK 不过呢,至于要怎么样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 这个每个人遇到的状况也不一样 习惯也不一样 我是觉得你可以自己针对这些工具 自己去想一个如何融入到你工作的一个方法 这个可能就是自己再去思考一下 那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OK 第一步的话呢 我们按部就办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这三个按钮 那跟刚刚的那个手机的这个范例也是一样 第一步请特别注意 因为我不是录制,所以是切到Visual Basic 二的话呢,请各位看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开了两个 开了两个档案 档案的名称上面都有 所以记得,如果你假设要写VBA的话 记得不要写错位置 因为刚刚这个是有两个模组 那我们现在这个是一个模组 所以我先把我刚刚的这个把它删掉好了 这个是我刚刚做好的 我把它溢出 所以呢,如果刚刚的东西出现的话 没关系 要不就是你把刚刚的档案先关掉 这个关掉,然后把它储存 那你会发现呢 那这边的VBA就单纯了 那只是说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就没有模组 那没有模组 如果假设你也没有录制聚集 那就这边一定是灰色的 那怎么办 第一步一样是Visual Basic 二,按右键插入模组就OK了 所以这边特别注意 以后的话你要写VBA的话 反正就是固定步骤 一,开启Visual Basic 二的话呢,按右键插入模组 这个固定的步骤 所以一样按右键插入模组 第三步的话呢 增加按钮 那按钮名称叫什么 叫刮弧自创公式 它还蛮冗长的 我直接拿这个来复制好了 那名称就是这一个 所以呢,我就直接在这边加一个Sub 所以名称叫Sub 记得这个名称的话呢 Sub有点像翻译的话 Sub叫子程式 或者叫副程式也可以 子程式或副程式 然后这个Sub的名称叫这个 Enter 就把程式写在这里 所以用的方法都一样 所以如果你实在记不起来的话 其实你可以拿之前写的方式 把它套用 4i等于第几列呢 第2列到第几列第10列 Enter两下 打一个Next 也许你可以把它标准化 然后呢 按个TAB键 然后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Sales 第i列的B栏 OK 也许你可以慢慢习惯固定的 等于什么呢 先两个双引号 那一般习惯就是直接把这两 这一段公式再复制 因为清除比较简 这个就清除 所以你这边就可以把 这个Sub名称 改成叫做清除 所以清除也写好了 好 那只是这个后面要加什么 把刚刚的公式 放过来这里就可以 那怎么放呢? 把刚刚的这个公式 复制 记得按取消 把它贴过去 不过贴的话 我刚刚讲了 我刚是贴了之后 来改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六个 七个八个 双引号 那如果你假设 不想这么麻烦的话 有个方法 开启记事本 把刚刚的公式贴过来 利用取代的方法 一个双引号 双引号 双引号 直接按全部取代 取代完之后呢 就把它直接贴过去就可以了 贴到哪里?贴到这里 这样就OK了 完全不会错 再来的话呢 就是把这里面的那个什么 A2 2的部分 全部改成I 那改的方法呢 我刚刚有 特别 教各位 那个 原理原则 不过 如果你那个记不太起来 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公式 你可以把那个 当口诀吧 第一个先选取列号 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移到中间 加一个I 然后呢 把and控开 前后加空白 那后面呢 还有 两个 三个 四个 其实 如果你要偷懒的话 再教各位一个方法 你可以把双引号到双引号 复制起来 直接贴 贴 不要贴错就可以了 贴哪里? 贴A2 把它盖过去 双引号到双引号 记得这个很容易出错 千万注意 不要贴错 如果你不贴错的话 就很快完成 所以 这个有时候 如果你动作熟练的话 而且没出错 其实说真的 就蛮快的 最怕就是说 你贴的时候 贴错了 贴错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 于是你要找哪里错 导步你干脆重来 然后把步骤 根据标准的SOP 再做一次 反而比较快 我们来试一下清除 我切到V就被这个 然后清除的话 直接执行 本来就清了 然后输出 OK 这样OK了 然后清除 所以再做按钮 这边是公式 再来的话 我们就完成这两个按钮 再来我们就是 思考一下 如果我今天输出的 不要是公式 我要是结果 这个可能就要思考说 要怎么样把VBA 里面相关的对应关系 可能要改一下 比如说Find 这个函数 怎么转成VBA Mid Mid 在VBA 也叫Mid If L IfL 就逻辑判断 如果找不到的话 那该怎么办 Find 其实里面会有个叫 In3函数 可能要改一下 Mid 不用改 IfL 可能就是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 我们其实第二个单元就讲逻辑 所以也许请各位先 试试看 先把这两个按钮先完成 待会我们再来看这个跟自电函数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其实如果你实在是 比较跟不上同学 可以参考一下云端白板里面 找一下151 刮断自转函数里面 也有我刚刚讲的这个公式 就是在第几页 应该是在 在这里 应该是在这个里面的第二页 OK 试试看 的话 ik 咵 咵 谢谢观看